九龄 宁公子 请试言 宁公子可是有话要对我讲 我还是想问问之前问过你的问题 都说人这一生 会在前进的路上 会不断与人相逢 然后再分别 我走这一生 却一直是一个人 我以为 我会在这条路上 一个人走到京都 可是我没有想到 花灯节那晚 我遇见了你 不知不觉 我发现我是真心喜欢你 且更难自尽就离 宁公子 请试言 世间人海茫茫 能说话者寥寥无几 宁公子是奇 九龄知道 宁公子多次相助于我 也知晓宁公子的真心 只是 宁公子的这番心意 九龄恐怕是要辜负了 抱歉 是不是我应该说得再狠一些 这种事情 应该断得干脆一点 不给对方留一丝的希望 才叫真正地为对方好 这倒不用 我不是那种不见黄鹤不死心的人 也不会自保自己 更何况能有自己喜欢的人 是上天的恩赐 而非同苦 君小姐放心 宁公子 对不起 这种事情 本来就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这么说起来 反倒是我幸运多了 九龄 但愿我有机会 能与你一起做些事 总好过你一个人前行 此生 有宁公子一知己 足矣 记得照顾好自信 多保重 此番离别 虽不是永别 君小姐不要忘了云昭便好